欢迎来到苏林大头家 上周六刚好是 这个郑文灿57岁的生日 只有没有想到 他因为在桃园市长任内 涉嫌收贿介入了2017年的 华雅科技园区土地变更案 遭到桃园地检署约谈深压 那么事后桃园地院呢 认为本案案发时间 已经有长达七年了 相关的监听啦 搜证照片都非常的详细 因此认定没有积押的必要 最后是裁定让郑文灿 以500万元交保 而郑文灿也火速请辞了 他的这个海基会董事长的位置 不过检方不满这一起案件说 就送钱的收押了 怎么收钱交保呢 因此就提出了抗告 好啦 不过呢 这起案件 华雅科的土开弊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7年桃园市政府 在林口公武工业区 有一个扩大案 办理都市计划区段的征收 结果旁边就有一笔 9.5公顷的农地 地主也申请 希望能够用自办重划的方式 依法来纳入这个方案 但最后没有成功 好啦 所以民众当时 还要透过郑文灿 熟视的友人想要行贿他 但是后续事情没起来 所以郑文灿就把钱退了回去 结果反而是被检方 给掌握到了详细的金流 好啦 那按照这个 桃园地域的说法 这一起吐开弊案 早在七年之前 就已经被检方给盯上了 不是吗 而且相关证据非常的明确 为什么七年的救案 拖到了现在才要来办呢 就有人说难道是因为 他是蔡英文的爱将 检调动不了吗 好啦 那么我们来听听 立法委员吴宗献他怎么说 他说郑文灿被查 我一点都不意外 目前曝光的案情部分 跟我以前的调查是一样的 我当桃检检察官的时候 侦办过很多的案件 华雅客案也是我当年 锁定的目标之一 民进党执政之后呢 把手给伸进了各个系统 所以不敢讲话的人很多 你问我说当年我办的是 哪一个案子呢 有没有受到压力呢 我只能说我非常的不爽 所以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也讲得够清楚了吧 所以检调跟司法 难道真的都只听绿的吗 好啦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郑文灿是蔡英文的爱将 所以郑文灿也因此 就被绿营的党内人士 称他是大阿哥 难道这案子压了这么久 就是因为郑文灿过去 是国王的人马 检调迟迟不敢动吗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期待 赖清德会好好的来截壁了呢 立文怎么看 一个一生清廉 家里头又没有什么横产 祖产 他可以在一戏之间 如果正常的剧情是毫无准备 一生清白 被压了进去 请问哪里生五百万出来 马上现金可以交保呢 那没有一个人都觉得 没有人 就是台湾没有人觉得 五百万对郑文灿来讲 太难了吧 每一个人都觉得 五百万对郑文灿来讲 小case 因为人家可是江湖盛传的 正百亿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五百万太便宜了吧 但不就我说的吗 他如果真的是清官 他做过几次官啊 我问你 五百万现金 所以啊 郑文灿这件事情 为什么七年不能动他 那郑文灿知不知道 人家在查他 对不对 七年不能动他 不用讨论了嘛 当然就是因为他是蔡英文 当然就是因为 他才是最红的当红炸子鸡 如果不是因为林志坚 让他在桃园市长选举 摘了大跟斗 否则的话他是排好的嘛 大家还记得吗 他提林志坚接班了以后 他呢就要接行政院长 接完行政院长 立马准备选总统 现在当今圣上是姓郑 郑朝文灿 不是赖朝清德啊 当年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斗的时候 赖清德就气他了 因为郑文灿没帮他 郑文灿是他在新潮流里头的 后生晚辈 照理讲 以新潮流的纪律 以新潮流的内聚力 他应该是要支持赖清德 他没有 因为他完全是 蔡英文一路提拔 然后呢 当了桃园市长之后 就红遍天了 那蔡英文 当然是要让郑文灿接班的啊 如果不是因为林志坚栽了 他今天怎么会有这个下场呢 那么赖清德也因为这样 秋后算账 杀鸡儆猴 非杀他不可 上台一个月就动他了 那郑文灿 我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他那个说辞都准备好了 说有 有送钱 有 有收钱 但后来没成 所以我退了 你看他多聪明 多聪明啊 都想好了 我刚刚说的 他并非被杀的一个完全措手不及 为什么 七年来 案子是怎么压下来的 他比谁都清楚 赖清德上台了之后 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忐忑不安 必有准备 所以很多 我不要说外行人啊 他在接海基会董事长的时候 还有所期待 怎么有所期待 海基会董事长就是个死缺 闲缺没用的缺 所以才把他先摆在海基会董事长上面的位子 位子还没坐热呢 虎头杂就要下来了 那郑文燦他当然 接下来大家就看他一定使尽所有的力量 他在民进党里头的人脉还少 他在司法的人脉还少 这个审他的法官 不就是跟他们家好的要命吗 他一定全力的希望能够免除 就是把自己的免除罪行 或者是能够全身而退 政治生命我看是不用再想了 但是这只是赖清德的第一刀 不会是最后一刀 你等着看吧 这一刀下去 民进党里头的人还不乖乖听话吗 我还跟你搞什么派系平衡吗 你们还搞不清楚 我德意志是叫假的吗 剩下的只有赖清德一个人的意志而已 那更不要讲那个选举得罪过他的 或未来会造成他威胁的 或现在正在骂他的 请大家小心为上 不过郑文燦在桃园市长任内 涉嫌卷入这个土开弊案 过去也是桃检检察官的吴宗献委员 就感叹说 看到今天的结果他不意外 过去郑文燦的市政顾问 叫做郑毅雄 那么还有金发局的官员 收贿包庇了工厂等等 也是郑文燦市府手中爆出的弊案 甚至是郑文燦的贴身秘书 还有司机都被列为被告 当时的这个承办检察官就是吴宗献 吴宗献就点出 其实华雅科案也是他锁定的目标 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把手给伸进了各个系统 所以有很多人不敢讲话 如果说哪一个案子 没有受到压力的话 他只能够说让我非常的不爽 郑文燦这个案子2017年就爆发了 如果说七年前市政不足无法收网 那去年桃园地检署又接获了检举 为什么还是去年也没有办呢 难道就是因为蔡英文当时还没有下台检调 不敢动手吗 按照吴宗献曝光的内容 这不就代表着民进党是不是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司法检调呢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期待赖清德会好好的来揭闭呢 委员怎么看 我想郑文燦当然如果以这种客观的来讲 小市找他 他是非常阿萨利的人 他会帮忙 但是他当了市长以后 他有一个特色 他非常重视花造程序 就是建商花造程序 另外一个就是变更程序 所以这两个他非常重视 但是如果你一般这种小问题找他 说实在话 也不需要送什么礼 不需要送什么礼 他能够帮忙的他会帮忙 确实他是一个广结善言之人 但是他重视花造 大家知道花造的过程 要怎么做 你家的事 你慢慢去想 一个就是什么 变更 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都花起 过去 过去 郑文燦在用这些人 他第一个一定要问你 花造程序 你内部内行 第二个 变更程序 你载不载行 如果是 这个局长 他是会干的 才会让他干 因为还好 我其中有一个朋友 他找过他 希望他做 副秘书长兼 这个局长 到最后 他把资料稍微看一下 他不敢去接 我说 副秘书长兼局长很大 他说 不能接 不能接 不能接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到现在我才去发现到 所以这个问题 他讲过 一个花造 一个就是变更 所以这个变更 根本都不奇怪 那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变更的不是只有这一件 他八年来的市长的变更 大家可以慢慢去查 变更之众多 但是他这件事情 他就是工业变更 按插 按插 龙地变更 这个 内政部怎么会过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他有退 可是 你可想而知 变不成你就退 变成的 你到底有收多少 那这个 当然检察官要去查 那我是觉得 凸显一个问题 这到底 有没有民进党内斗的开始 第一枪就是郑文燦 那第二枪到底是谁 我认为 赖清德的个性 他绝对不会因为 只有一个郑文燦 我相信 他是爱恨交加的人 有恨必报的人 我认为赖政府 这个是起步 到最后 他们的内斗 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